哈囉大家好我是Wan 所以今天主要是來告訴大家要怎麼樣找到 DOTA自有棋 然後還有要怎麼樣 我是怎麼樣找配對啦 那找到DOTA自有棋其實很簡單就是你找到Steam這邊 然後打上DOTA2 然後就可以找到DOTA2 然後把它宰下來 宰下來之後打開它之後 打開你的DOTA2 就會到這邊 然後到遊樂場的地方 就可以找到這個DOTA自有棋 要注意會有一些 有時候會有一些憨憨的 東西啊什麼DOTA自有棋這樣這樣這樣 不過就是 認清是這個SS Waiting 的東西然後 這 認清這個Logo大概就是沒什麼問題的啦 就這樣 沒錯 然後接下來告訴大家要怎麼樣 找配對 配對是在這個QHL這邊 然後 這邊你要 如果先登出的話你要 用Steam來做一個登入 對 然後Steam登入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從這邊 找到選好區域之後 這邊可以選你要哪些區域 如果區域比較遠的話 一般來說會有Lag的問題啊 然後你可以選很多個不同區域 然後 你要選 就是排位 這個排位是 這邊有一個Required Rank 是你要有多少段位 你才能夠進那個房間 所以基本上那個房間的人都會是這個段位或更高的 然後這邊是那個房間裡面平均的段位 然後這邊是這個房間已經開多久了 像是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其實有一點點憨因為 他已經開一陣子了嘛 所以他有可能是 有一個人8分鐘就輸了然後跳掉然後他忘記把房間關起來之類的 我再 把這邊登進去一下告訴大家 到底要怎麼樣詳細到底要怎麼樣使用 這個東西 登入一下應該沒什麼問題 所以登進來之後 我們 看中間這裡就好 登進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房間嗎 然後像這個房間 我其實可以加入 然後你這邊就會有一組密碼 點下去之後他其實就會自動複製 理論上你要一直待在裡面啦 對我這樣就會進來 然後進來之後我其實就可以到 自首旗這邊 有一個房間列寶然後點 找尋私人大廳 貼上密碼之後 就可以找到 理論上可以找到那個房間可是你看 像我剛剛有講 這個狀況是他的房間其實應該已經 開很久 他剛剛忘記 就開始的時候忘記把它關起來所以 才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如果出現這個狀況的話就再找另外一個房間 對啊 是同一個吧 這不同的 同一個房間然後 然後 房間到底存不存在 一樣就進來 然後 到 倒塔這邊 然後你 找尋私人大廳貼上來 這房間其實也不存在喔 對 好 沒關係我們再試一個 如果真的都找不到的話你其實也可以自己開房啦 自己開房其實也是一個 一個解決之道 我們找一個段位比較低的好了 有時候高段位就會出現這種憨事 對啊這是剛開而已喔 OK 然後到這邊可以 直接找大廳 像這個就有 那我其實沒有要玩嘛所以我們就不在這邊等人到 其實你可以看 有正常大廳開起來其實人加入的還蠻快的 所以 大份在上面有些都是不正常大廳也是這個原因 一般我都選就是東南亞跟 日本貨的是韓國啦就是 這個是 這兩區是連線比較穩定的 一般我都選東南亞跟日本貨韓國 這兩區連線比較穩定 然後你如果要自己開房間的話你就點這個host lobby 然後點 你想要開的需求段位 然後還有去 理論上你的區域在哪裡 如果你在地點在台灣的話其實有時候會在東南亞有時候我有時候會在東南亞有時候會在日本或是 然後有時候會在台灣台灣伺服器 所以就很憨 因為有時候是新加坡就是東南亞 然後有時候是台灣有時候是日本 這樣 然後開了如果你要自己開的話你就 開伺服器然後把 密碼複製過來 然後到自走旗這邊 直接按 建立自訂大廳把密碼貼上來 那這就是 這個大廳你如果自己開的話你就要做自己做這件函事 不然就交給那個 開大廳的人做就好了 好所以我們沒有要玩 就告訴大家 到底要怎麼用 然後如果你 如果你 跑了之後 就如果大家都進來然後遊戲也正常啟動的話 你就可以按start 就這樣 如果你想要莫名其妙 像我現在就想要直接結束的話就你就直接按close 人就會全部出去 通常你開始要按start 不然 就像剛那樣就是你開始沒有按start然後中間有人先走的話就會有一格然後大家就一直進來死之類的 OK 就這樣 沒什麼問題 好啦